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明致敬的意味 另外63岁的好莱坞动作巨星布鲁斯威利 再度拿起枪杆捍卫正义 在新片《猛龙怪客》中 爱奇遭到暴徒杀害 凶手逃之夭夭 警方办案不力 布鲁斯威利只好化身复仇杀神 让歹徒付出惨痛代价 好莱坞经典动作片《猛龙怪客》再度重新翻拍 这次找来终极警探布鲁斯威利调大梁 63岁的他重拾枪杆挑战生涯新巅峰 片中他原本是为斯文的外科医生 但爱奇遭到暴徒欺凌身亡 警方又办案不力 无法弃拿凶手 为了替新案的妻子报仇 布鲁斯威利主动出击 在街头以暴力制裁罪犯 动画片《犬之道》是鬼才导演威斯安德森的新作品 配音阵容坚强 网络爱德华诺顿 史嘉雷乔汉森等一线影星 故事讲述日本聚集市全满为患 因此市长下令 所有的犬只都得流放到一座巨大的垃圾场 包括市长儿子小林中的宠物狗斑点 为了营救斑点 小林中独自驾着轻行机飞往垃圾场 他在杂牌军狗狗的协助下 展开一趟惊奇的旅行 导演表示本片风格独特 深受日本领导黑森林的影响 法国电影《双面海德》 由法国影后伊沙贝与贝主演 他饰演一位在高中任教物理30年的老师 江法古板在学生口中是位无聊的老师 因为个性胆小保守 他更洋装无视所有的披情 直到一次实验意外后 他进一载过去的教学方式 变成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在一连串的神秘事件也紧接着而来 2018台北文学月影展本周上映 为期两周 今年以美国歌手巴布迪伦 和已故日本文学大师 三岛游济夫为策展主轴 推出17部精彩电影 呈现两位大师的一代风华 开幕片《他叫简单,他是我兄弟》 改编德国文学奖畅销小说 讲述一对兄弟共患难 彼此扶持的故事 外界评论感人程度直逼语人 庄社最后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美国时间31号 透过电话简报宣布 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欧盟 从6月1号临时起 将不再享有钢铝关税豁免 而台湾和日本也无法列入豁免名单 美国根据贸易扩张法232条款 基于国家安全理由 全面性开征钢铝进口关税 台日未列入豁免 是否意味台湾也会对美国造成国安威胁 罗斯表示 美国的观点是 没有强大的经济 就无法拥有强大的国家安全 川普这一次对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欧盟 等美国传统盟邦 课征钢铝关税 可能引发美国与盟友间贸易战的疑虑升高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是 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已经声称了 就是要对美国立刻寄出报复性的关税 那全部都是针对美国的农产品贸易而来 欧盟呢已经决定是要告上了世界贸易组织 其实罗斯自己在简报当中也讲 之所以这一次没有对加拿大及墨西哥豁免 原因就是在于美国跟这两个贸易伙伴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展并不顺利 那和欧盟呢虽然双方之间的谈判也进展 但是欧盟在针对美国的一些特定的关切上 仍然没有办法达到美国的要求 所以这一次没有办法给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欧盟豁免 罗斯回应国安威胁不只是军事上的 课征钢履关税是认为在经贸上安全是威胁 至于台湾要如何才能获得美国钢履关税的豁免 罗斯表示所有谈判要在谈判桌上进行 不会在公开场合谈论内容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美国第一千金伊凡卡 上周在推特上分享一张自己抱着两岁幼子的温馨照片 却遭到大批网友批评 原因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 严格执行紧缩移民政策 非法移民与未成年子女入境美国一旦遭逮 美国边境官员就会强迫移民孩童与父母分离 手法强硬掀起舆论正义 移民家庭不止硬生生骨肉分离 孩童的安全也不一定受到保障 外媒报道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官员 4月在联邦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 2017年10月到12月 美国当局把8000名没有成人陪同越过美墨边境的孩童 移交给担保人后 当中竟有1475名孩童行踪不明 不过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副部长陈青表示 主动追查后发现这些孩童并没有失踪 只是他们的担保人本身也是非法移民 经常没接电话 因此联络不上 尽管各说各话 美国司法部长赛森斯还是强硬表示 如果不想和小孩分开 就别带他们非法入境 川普主张 共和党应通过更严格的法律 才能有效减少非法移民数目 装设综合报道 从演员到编剧到导演 张爱佳活跃于两岸3D电影圈 获奖文数 纽约艺术电影院 举办为期10天的张爱佳电影回顾展 放映15部生涯代表作 早期张爱佳以票和女警形象深植人心 不过在记者会上他坦言 他最爱的还是文艺片 只有慢下来 才能好好感受影片所要呈现的内容 在我们的文艺片里面是 所以对于都slow down 你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detail是做得非常多的 而这些东西一到了电视 跟到了飞机上 是几乎是零了 那每一次晚点我们就会很伤心 回家最伤心的并不是说票没有卖好 是很伤心 今天东西都没有被观众看到 64岁的张爱佳 仍然在电影工作上努力 相爱相亲 获得54届金马奖 七项入围的肯定 但他认为文艺片 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一旦主题脱离偶像 爱情故事 声传票房都会很辛苦 文艺片一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是比较不受到尊重 大家都认为观众不喜欢拍文艺片 我还是喜欢拍文艺片 那到底怎么样拍 尤其是我这个年纪 我不太可能再去拍那种 年轻浪漫的爱情片 我讲的衣服 我讲的题材一定是 更纯粹的题材 所以我的观众群 更是 更变得比较 比较少 小一点 所以我现在也很努力的出来 希望跟年轻人 做更多的沟通 我说 Actually 你只要走进来 我不会让你失望 这次电影回顾迎战 张爱佳将出席 少女小鱼 阿郎的故事 相爱相亲 三部电影的应后座谈 与观众交流 中央视纪的影俊杰 纽约报道 2007系列电影中 英国情报探员 詹姆斯庞德 英俊潇洒风流 替躺 掳获许多粉丝的心 也成为大众 对英国情报员的 刻板印象 日前 英国秘密情报局 推出广告 招募人才 广告中 不见 007 刀枪不入的英雄画面 反倒诉求 应征者 应具备高EQ 人际互动技巧 以及坚强的操守 和创造力 英国情报局表示 前俄国间谍在英国 遭到神经毒计谋杀后 反倒掀起一波 应征情报员的热潮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